台北首間門市 已經悄悄熄燈 不過最近地面出現新的廣告 知名韓式烤肉要進駐 成為它的新租客 大大的廣告看板 寫著招募人手 進入這個三角床熱點的 就是韓國知名 新春站著吃烤肉 新的牛排在烤爐上滋滋作響 這令人感受到 最新的香氣光聞就猛吞口水 知名韓國首爾超過六十年的名店 最大特色就是大火得圍著鐵桶 站著嗑韓牛 現在不怕導電潮 台灣第一家分店 逆勢搶進信義區 預料會帶起一波排隊蜂巢 一瓶大概在一萬一以內 算是滿合理的 可是因為它瓶數比較大 所以它大概將近九十五瓶 所以總出金如果落在 一百一十萬以內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滿合理的數字 不過細數信義區 近來不少知名韓式烤肉進駐 新前就有Honey Pig 還有豐樹跟韓老餓 以及多家知名連鎖韓式烤肉 統統載著駐點 賽山周圍商圈至少超過 十間韓式烤肉店 對面的百貨 它本來就是用餐飲的 多元化來做號召 廣告效益跟人潮效益 都不見得有新東區那麼的熱 所以他們優先 如果要進駐這樣的品牌的話 新東區是一個滿大的 滿好的一個選擇 從咖啡絲沙到烤肉飄香 新一區成為韓式烤肉一級戰場 新米牌進駐 勢必又刮起新的熱潮 三連新聞 宇春虎 廖文 台北報導